? 第一次和李楓喲先生經歷在1967年或是1968年 我記得我們在香港見面的 第一次見面我最難忘的就是李光耀先生 對新加坡的使命感和他對人民的承諾 如果你明白當時亞洲的複雜背景和經濟有幾根湖 才能夠迷回到他的挑戰 要在無選擇的現實之中 避充足無限的可能 聽起來就很容易 但是實戰實在是毫不簡單的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歷史 但是很多時候不存共平 我和李光耀先生相識很多年 我們談過的問題很多 李光耀先生的思想有很多層次 所以我們無事不疼很自然 但是最終我們能夠講到 用大家的觀點差不多的 他的決心是排除盟能實踐他的成果 是值得大家一輩子學習的 李光耀先生成立公共政策學院 他跟我說要為亞洲培訓公共服務的人材 叫我一定要支持 我看回到他的父親 馬上就答應 說他的心願捐持 以李光耀先生的命名 是我很大很大的光榮 我看過 新加坡有南洋一個海港 變成國際的都會 香港同樣由一個義港 發展到金融中心 新港兩地都是全其 亦都同時搭轉很多山的階段 兩個地方有很多是相同的 互相複雜世界和社會的問題 又極複雜對未來的路 要有很多厚慮的 最近我在手機找人工智聯盟 通過香港和新加坡 是否決定競爭對手 得住的答案是 新港兩地 chords 是競爭和合適的混合態 答案也挺有意思的 新加坡又沒有到今天的武漢你 人員的 crash and the crash 感到自豪 這個就是拐帝領袖的最佳體驗 我明白 今天年輕人看這個姚先生所建立和設計的 可能覺得是頭上的金光劍 希望可以人性化一點 我們要明白最特定的年代 和鄉民的歷史背景 當時沒有半點鬆懈的意見 要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 也會打造美麗 這個就是最人性化的操作 我實在是非常非常佩服它的 有一次我們食文化 我和李光耀先生討論很多對經濟和商業的看法 我跟他說 他說 喂 不如你從商 我就說 不如你從政 那些大家都 哈哈大笑 想起 故人 我是時事好 我懷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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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念它